他17岁时生,孩子才半岁就自杀身亡。如今他儿子长大了,模样超帅。没想到竟跟演艺圈的某人超像。原来背后真相竟是。 他17岁时生,孩子才半岁就自杀身亡。如今他的儿子长大了。模样超帅,跟娱乐圈的他超像。 之后,陈宝莲出演《聊斋三只灯草和尚》,这部影片由陈宝莲和家居、陈奎安等主演。 也正是这部《古装三级片》令陈宝莲声明确起,不满20岁就成为香港三级巨星。 其实在当年很多女星都曾拍过艳情片。 比如在1991年,陈宝莲拍过《夜生活女王之侠界传奇》,这部戏则是由叶子梅、李子等主演。 还有如电影《现代英照女郎》,则是由刘嘉玲、冯宝宝、周慧敏等主演。 而很多女星都在拍过艳情片后纷纷转型,也成功地将衣服给穿上了。 《陈宝莲》,陈宝莲恋情也较复杂,曾先后与莫少聪、黄紫阳等有过绯闻。 在1997年拍下《夜晚两点》中,《蓝桂芳妻公主》及《我有我疯狂》等电影后,就成为台湾富商黄任忠的前女儿。 黄任忠一生风流,和多位女星有过绯闻,陈宝莲和黄任忠在一次饭局中相识后,就以干妇女身份对外宣称。 黄任忠还曾公开说,自己和陈宝莲同闯50次,却没有发生关系。 后来陈宝莲精神出现问题,多次为了跟黄任忠女朋友争宠,经常在黄家大闹,以至于黄任忠断绝了其妇女关系。 在1999年3月,陈宝莲甚至疑疑死要邪黄任忠不随,服顾亮药物自杀。 陈宝莲在精神失常后,也还曾获命向大师指点,改名赵宣问,并归依佛门,法号明慧。 在遗书中,陈宝莲还说:"妈咪请替我打电话给少爷,黄任忠的秘称,告诉他。 。 宝莲去了,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宝莲临死仍一直爱住他。 。 可见,陈宝莲的自杀还是和黄任忠抛弃其有关。 而黄任忠在2004年2月10日,也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而离开了人。 。 是。 陈宝莲儿子酷似黄任忠。 2002年6月23日,陈宝莲是在在泰国诞下林儿,其后带儿子到上海定居。 。 2002年7月31日傍晚,陈宝莲于上海跳楼自杀,留下儿子黄一,有传闻其生父是陈宝莲前爹黄任忠。 后被王妃前经纪人邱里宽收养,王妃多年来也出钱资助。 。 如今黄一已长大,被指似陈宝莲前爹黄任忠。 陈宝莲去世后不久黄任忠又搭上香港另一艳星正艳丽。 而且她很缓存带陈宝莲成为黄任忠的首席女友。 。 2003年春节,黄任忠在家中开派对,数十位美女同时出席,再歌再舞,热闹非常。 。 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使她犹如置身天堂。 。 随后,她带领郑艳丽、安雅等六个大美女,以罕见地一拖六出席香港的古董拍卖会。 。 并且一致千金,一时间全港轰动。 。 后来,自从黄任忠身价暴跌及官司缠身后,一时数岛湖孙散,众多女友纷纷离她而去。 。 。 2004年2月10日,饱受病痛折磨的黄任忠静静地离开了人世,享年63岁。 。 。 后在身边的也只有姐姐,儿子和私人护理小潘潘。 黄任忠曾自嘲说。 。 人生像抛五线,当她要下来时,就下来,还真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这也许是她最好的木志明。 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快分享吧!